接下來要去日本 那也有一傳出說 他要把柯文哲 要把自己的競選總部放在新北市 就有人說你這個叫做劍子侯友宜 他一樣的說 那個是聳動是新聞特色 依然沒有回答問題 我們邀請到董老師來跟我們加入討論 董老師 柯文哲怎麼看 柯文哲他已經決定去日本了 那其實沒有那麼誇大 什麼日本會擴大接見 他自己說的嘛 因為日本是一個我們都知道 很注重禮儀的國家 所以說他該 我猜柯文哲這次去 不會像美國那麼慘 頭兩天去逛公園 去看球場 晒太陽 而且這次他去日本只五天 那個行程就比較緊 但是真正的重點 就是說談到臺灣跟日本的關係 談到候選人跟日本的關係 柯文哲你要怎麼跟賴清德比 對不對 賴清德是進入過安倍首相家裡面的人 所以說而且賴清德他常年 他從台南市長開始就會跟日本的相關的政府官員 議員交往 有那麼深的交情嗎 我覺得跟美國比起來 日本人更不會被柯文哲騙到 因為日本人觀察臺灣的那個政情是很精準的 你還記不記得有一個學者叫做小力言心性 他那個算臺灣的那個選舉算得多準 把我們臺灣都嚇到了 這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說過他的柯文哲 他的兩岸外交國防政策 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抄襲變造民進黨的 第二個他移花接木 他不是跑去把葛萊怡的說法 葛萊怡明明是告訴他說 中國比較喜歡你 柯文哲假裝聽不懂 葛萊怡說什麼 葛萊怡說中國比較喜歡你 我美國沒有 你聽了要小心 結果他偏偏要說 那個柯文哲偏偏要說 我是跟美國中國最能夠溝通人 馬上被打臉 第三個 其實柯文哲 他自己就是一個前後不一變來變去的人 尤其在他的外交的政策主張 各位還記不記得 他八年臺北市長 他的兩岸政策 最重要的一個神主牌 叫做兩岸一家親 那個是他的標籤 他的神主牌 可是過去三個月 你有沒有發現這句話不見 這句話不見了 第二個遠的就不說了 他四月份的時候 不是民眾黨提出一個強國等據 後來他覺得不對 他自己也說不清楚 他自己宣布以後就不再說了 所以說他是變來變去的人 那更重要 我跟他說那個抄襲變造 因為這個是很嚴重的指控 所以我一定要說清楚你哪裡抄襲 你的九六共識 抄襲的是二零一二年呂秀蓮提出來的九六共識 你的一五新觀點 二零一四年 這個柯文哲提出兩岸的一五新觀點 你抄襲的是二零一四年賴清德在上海講的話 各位可以把那個資料拿出來對 可是我覺得柯文哲在國內現在的選舉 他真的有一個 他從國民黨的內鬥裡面 他獲得最大的利益 這個是沒有錯的 所以說他現在去日本閒閒的 他就算到了日本 他眼睛還是盯著我們臺灣的政治 他不是他不是那種會做外交的人 他一定還是在在這個國民黨內 見縫插真的是他 侯友宜我覺得他從頭到尾背黑鍋 他到現在還在背黑鍋 藍營的事情 藍營 誰的黑鍋 我來講藍營的事情 藍營自己人看得是最清楚 還記得邱毅講過 國民黨有四大豬隊友 有沒有 那是邱毅之前講的 第五個豬隊友 你剛才拿到的 拿出來的那個聯合報的那個社論 在罵 罵到他要叛黨了 第五個豬隊友 第六個豬隊友 蔣萬安 你來當我的副 第三副市長 第六個豬隊友出現了 第七個豬隊友 就是剛才說的那個單 那個善後知 政治渣男 是你講的 政治渣男 就是說 對不起 各位 我覺得都有時間差 那個郭台銘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你會讓你國民黨被你罵成這個樣子 他到底做的 他也只不過去金門跟人家夜色下 對不對 看月亮而已 他只做了這件事情 他有沒有罵國民黨 他有沒有罵侯友宜 都沒有 好 更重要的是那是金門是五月三十號 美麗島電子報的那個民調是五月二十九號 那個民調十八趴 跟郭柯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現在善後知是在要這個郭台銘背黑鍋 你連這個黑鍋都要郭台銘背 這什麼意思 我講個重點就好 從五月十七號到五月二十九號 我們一早電子報那個民調做出來 郭沒有在做什麼 侯你自己做了什麼 讓你的民調掉二十趴 這才是重點 結果現在侯民調掉 所有的黑鍋都 所有的錯都是郭台銘 所以他還在背黑鍋 還有九十十一十二個豬隊友會出現 其實郭台銘存在極威脅 因為國民黨要你的中間選民 要你的仇恨執政黨 他要你個人魅力的選票 要你的資源 但是他沒有要給你任何東西 你只要有一個人離開民調 跑到柯文哲 都是你郭台銘的錯 這麼不安 這個叫游盈龍 游老師他說這個有選總統 選到半年掉二十趴的百分點 選舉歷史上從未發生 他說過去一九九九年 親民黨黨主席叫宋楚瑜 從三月到七月支持度都在事成 一路打到最後還有經歷 新票案五棟房屋受到藍綠的夾擊 到最後還是第二 你看他有多強 那對比之下 民眾黨參選人 柯文哲其實跟侯友宜民調比起來 柯文哲並沒有彎道超車 是侯友宜自己斷崖式的下跌 就像斷山的風吹 斷線的風車 不過斷線的風車應該是往上跑才對 對 也可能掉在地上了 這個給各位看 因為剛才講的是臺灣民意基金會 游盈龍老師他的一個評論 但是現在給各位看的這個是美麗島電子報 美麗島電子報 這是從去年二零二二年的六月 大概對三位的候選人一直進行民調 那他們滾動式的民調的一個結果 那其實你從這邊就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賴清德的話 大概都維持在35到41%左右 那侯友宜是這條藍色的線 他最高的應該是在他新北市長當選的 11月26號之後的那一個月 12月的時候 是高達39%點多 然後你看他一路下滑到現在 只有18.3% 那這個淺藍色的這條是柯文哲的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侯友宜他的民調會這樣 我覺得一路以來 我們其實有非常多的討論 那當然因為侯友宜在去年 他在選新北市市長的時候 因為那個整個的一個選戰的規模 跟他當時他的格局跟視野 那他用好好做事 這五個字就可以來打遍所有的選戰 可是你從新北市的市長 六都的市長 一旦要躍升為全國國家的領導人 你除了市政之外 更何況你市政沒做好 那你還必須會面臨 包括了國家的這個外交經濟 然後在國際政治地緣政治上面 甚至於能源議題的挑戰 但是一旦遇到這些議題的時候 侯友宜完全回答不出來 那更糟糕雪上加霜的是 因為國民黨的初選制度 他的一個不透明 然後導致到現在 其實我們剛剛討論了一個鐘頭 你覺得國民黨的初選結束了嗎 你覺得國民黨團結了嗎 國民黨的初選到目前為止 都還在進行當中 很可能會進行到7月23號國民黨的全代會 更可能會進行到9月 甚至於如果說9月郭董的他準備要獨立參選的話 那是不是會再往後延 這些我覺得都非常難講 可是接下來給各位看的這張圖 這張圖是另外一個民調研究中心 他給各位看的 這個圖是什麼 它這個是聲量上面 你看到侯友宜藍色的那條的聲量 他平時因為他所有的事情 過去要嘛就好好做事情 後來呢很多記者問他任何的問題 你問他A他達到Z 你問他這個相關能源的議題 他給你談其他的這個議題 他完全沒有針對人家的提問來回答 儘管說他經歷過了包括新華議員 包括了冠庭議員 他們在整個的這個議會裡面的質詢 但是他那個滑溜的個性呢 讓他在所有的這個媒體的聲量 沒有辦法突出 可是你看到一個高點 這個高點是出現在什麼時候 這個高點它是不正常 突然間如果有V型反轉的話 它是倒過來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高點 這個高點出現在什麼時候 這個高點是出現在國民黨的初選 然後產生了非常多的爭論 而侯友宜在面對這個爭論的時候 他到目前為止 已經兩個多禮拜 他還沒有辦法妥善處理 他沒有辦法去安撫 在初選當中落敗的郭台銘 他沒有辦法去解釋什麼是牛鬼蛇神 他甚至於沒有辦法自己去 讓國民黨的支持者願意再回頭來支持他 所以才有我剛才給各位 跟各位講的是 郭台銘到現在的郭粉當中 有33.9%的人是堅定會支持郭台銘 他絕對不會投侯友宜 那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你認為國民黨的初選結束了嗎 你認為國民黨團結了嗎 我覺得這個是顯而易見的 是啊 是啊 pobre民黨的初選